每周有人类定居之后 地球上大多数的大陆 大陆岛 以及从印度尼西亚到新几内亚以东的海洋岛 就有人类居住了 只剩下一些直到晚近的年代 才有人类居住的海岛 地中海中的岛屿 如克里特岛 塞浦路斯岛 科西加岛和萨丁岛 皆在公元前8500 到前4000年才有人定居 加勒比海的岛屿则是在公元前4000年 波利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有人定居 是在公元前1200年到前1000年 马达加斯加在公元300到800年 而冰岛则在九世纪 美洲土著约在公元前2000年到达北极寒地 他们或许为现代英纽特人的祖先 欧洲探险者在过去700年间 所能探访的无人地带 只剩大西洋印度洋中的偏远岛屿 如亚述群岛和塞舌尔群岛 以及南极大陆 人类定居各大洲的时间先后有别 这对后来的历史发展有什么影响吗 假设有位考古学家 经由时光隧道回到公元前11000年 他环游世界之后 能否推测哪个大洲上的社会 能首先发展出枪炮并均与钢铁 各大洲发展出枪炮并均与钢铁的顺序是什么 要是能够 在灵朋友上又发展出枪了 这样的观点 大家可以期待 这下面完全不是 二突然也没看 检 tay 分非常的 V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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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